欢迎收看参赞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想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干热闹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Podcast频道还有这个IG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支持 相关的订阅方式在我们说明栏当中 当然更希望大家除了这个订阅转发之外 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捐款 透过您的捐款 透过您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持续做好的节目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邀请到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来聊消防员权益的问题 我们特别从这个在六月底发生的 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幸的 这个桥友大火事件 开始来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属的整个面临到这样的一个 在调查会觉得是一个不公开 或者是不够清楚 那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 对于真相是什么都不明白的状况底下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应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 在上礼拜提到有关于消防员的一些权益的问题 我们这个礼拜要继续要来跟大家谈 桥友大火的这个后续的发展 也一样会来谈消防员所面临到的劳动条件 以及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组工会这件事情 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样邀请到的是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陈艺竹 艺竹你好 哈喽管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艺竹 艺竹本身也是这个艺小 他当然也是在我们这个桥友大火的训职的消防员 陈智凡的妹妹 那第二位是苏博县 博县你好 阿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呃 博县是这个消防员工作权益处境会的理事 他本身也是一位消防员 呃第三位是朱志宇 志宇你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至于是这个消除会的这个秘书长啊 我想我们还是要先回到在上个礼拜 我们开始谈的这个桥友大火的事件啊 事实上在上礼拜桥友大火事件的这个讨论当中呢 艺竹有跟我们提到 事实上内政部呢 是后来成立的这个调 灾害调查事故调查会这样一个机制 设立这个机制 而这个设计是在2019年这个消防法修法之后呢 才有的这一套的机制啊 我想先请教艺竹这个这个修法之后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是呃刚刚在上个礼拜也提到说 其实很多人要去面对这个真相调查真相的时候 他会可能会有很多心理的二次伤害 或者是他必须不断的回应 甚至在过程当中呃也不见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哦 艺竹为什么一定要很坚持的 觉得应该去参与这样一个调查会的这个讨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面临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因为我们以如果以消防员眷属的身份的话 我们最多能够直接接收到就是地方消防局给予的说明会 但他的他的部分就只有针对消防员抢救 是救灾的这部分去解释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其实在你厘清那个时序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他一定不是只有一个小问题 才会引发后面这么大事件发生 而是包括说在抢救作为上的问题或是指挥体系上的问题 那甚至是其实他当下在议题上也就是建筑本身相关的问题 也环环相扣导致最后事情发生了 那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在地方的消防局 他是没有办法这么全面性的给予我们完整的回复 因为他还是只能够针对他抢救作为来给家属一个解释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在你慢慢厘清真相 然后抽失剥茧的过程中 当你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消防抢救上的问题 而是包括他一些建管使管 甚至是跟卫生局相关配合 或是整个旅馆核发建造库分的问题 当他一个一个慢慢浮现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说如果能够更完整的去厘清他的 那也可以加速在这个过程那个心结的打开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会需要有一个中央的调查会 因为他集结了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 来为这个案件去做全方位的分析 那也才会希望说既然他是第一次 那如果说有愿意站出来的家属 也愿意去参与整个列席调查去旁听的话 我会希望说我们都已经愿意站出来了 那我们也是在属于一个理性的状态下来跟 不管是地方消防局地方政府或是中央甚至消防署 这边来协商调整或是去确认他的案件内容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效率的去把问题给理清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也能够让政府他去正视这件事 而不会说在中央的时间流程上 他们就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就会又有又跟以前的状况一样 那我们成立这个中央调查会 他就没有他太大的意义了 不过你想要去参加好像也进去了 但是没有多久就被请出来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当初我们接收 因为我们并不是直接的接收到内政部给予的公文 而是他们透过消防署 然后再转达消息给地方消防局 才转转的再转达给家属去参加 那其实前期我们就已经知道说 他邀请家属参加 其实是因为就是前面说明会的 前面调查会的延期 那最后说了一个很不是理由的理由 总之拿家属出来当延期的挡箭牌 之后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点 为了让这件事圆皇 然后后来被迫就是让家属参加 但他参加的过程 其实就只有让家属进去做陈述而已 陈述的内容就是 你可能有什么问题 对案件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那你对哪个地方有质疑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就只有针对陈述而已 那跟我们一开始接收到的资讯是说 我们可以列席在里面听 甚至前面地方消防局在解说 整个抢救过程中 我们可以听 也可以现场去提问 提问给消防局听 或是提问给其他委员听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家属的疑问在哪里 一开始我们的认知是这样的 结果我去到现场 除了至于他要当我们家属代表一起进去被拦下来之外 那我甚至是已经抵达会场的外面了 才知道说其实前面的说明我是不能够进去听的 那我就被迫在已经抵达门口的状况下 又被带去其他的休息室做休息 所以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其实 并不是非常友善的 因为你如果说 你有想要就是展现你的诚意的话 其实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转达资讯 甚至是我们去到现场了 一再受到阻挠 那甚至我又到门口要进去了 你又跟我说 哦我们不能进去 所以就等于我只是进去告诉里面的委员们 甚至是市长说 我前面其实已经透过程情书的方式 已经提出我们的问题或需求了 但是我就被迫又特地抵上一次 然后在你指定的时间我才能进去 甚至是我又必须再重申一次 我前面已经重复 不管在说明会或是记者会 甚至是我程情书已经讲过内容 我只是在去现场再附送一次而已 我想这其实对家属来讲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伤 这个包括应该是非常的生气 然后非常的失望 因为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去了解 甚至可以有一些对话的这种可能 因为刚刚不断来讲 真相对于这个家属来讲是很重要 可是竟然连个练习的这个角色都不是 而是在这边来做一个 之前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说过的陈述 不过回到那个体制上面来看 我不晓得这是一个在制度上面 就是不准家属去加入的问题的一种规范 还是说这个这样 即使说这样的一个规范是存在的话 我不知道从这个消除会的角度来讲 从柏仙的角度来讲 这样规范是不是一个不合理 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存在这规范 而是由这些主示者自由新政来决定 那因为其实这个灾害事故调查会 它有一个设置办法 那这个调查会的成立跟到底要怎么样开会 都是依照这个设置办法来决定的 那其实不管是家属的列席 还是消除和秘书处的列席 其实在这个设置办法里面 它并没有规定 也就是说他没有可以也没有不行 所以完全就是看主示者他的自由新政 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你的主政者他说OK他就OK 那他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 也就是说在这样子 因为我们消除会其实本身就是委员之一 对那我们消除会是可以派一个代表 来参与这个调查会来跟着一起调查的 对但是其他的秘书处的部分 主要我们会希望的列席是因为 我们消防员本职还是 就是我们有担任这个调查委员 但本职还是消防员嘛 那我们还是会需要可能上24小时 甚至48小时的班 然后被请救灾 然后再来利用自己请公假的时间 来参与这个灾害事故调查会 那其实是非常疲累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甚至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来 来整理跟这些相关的资料 跟做一些会议记录 所以我们会希望秘书处可以列席 然后来协助整理这些东西 对但是这个当时候就是次长 因为他是法定的这个主席 对那内政部次长是法定的主席 他就是直接说 你们不是委员 秘书处跟家属不是委员 所以你们不可以列席 对但是在这个设置办法里面 其实他压根就没有提到说 就是非委员的人不得列席 旁平这件事情 对那所以我会认为是说 今天这件事情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前阵子奥运刚结束 那奥运选手其实有很多为国争光 他们拿到了名次之后 其实有展开了知名度 那可以看到有一些选手 比方说政府就帮他的老家修缮 然后甚至是有 他因为具备有公务员的身份 他没有办法去接代言 所以就破例 让他想了一个方法 让他可以去接代言 就是或是有其他的方式这样子 对那同样 这是为国争光的选手 当然我们很为他开心 那政府就可以帮他们做这么多事情 那为国捐躯的消防员 他的家属却没有办法得到 列席的机会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是对我们消防员来说 非常不公平的 对家属来说是一个 非常伤害的一件事情 那这完全就是一个主任 他如何表现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还有他想展现他的诚意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态度 我们姑且就认定这个次长 可能不是很了解 或者是他可能是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一个案子 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可是其实在你们 在一些记者会上面 或在我们节目上面 已经提出从消防员这个角度 或从家属的角度 觉得这个列席或全程的列席 或是做某种参与是很重要 我想这个制度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很多必须要去调整的地方 这个都是应该要再去 把这些意见纳入到在 这些相关的委员会里面 要去做思考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消防员的权益 一直是公库所关心的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也曾经做过这个报导 提出的这个消防员所面临到 2016年面临到几个问题 包括人力不足 杂物太多 设备老就工时过场 我不晓得已经2016年到现在已经2021年 其实我们政府似乎也有做了一些 这些在法规上面的修订 或者在人员上面的补充 那光是就这四点来看 我不晓得从这个销售会的角度来看 来讲 他们真的已经达到解决了这些问题吗 就是例如说人力都补足了吗 设备都更新了吗 这些杂物捕风桌 舌 好像有些地方做到了 就是不做了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在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就分这四个部分来谈 那第一个是人力不足的部分 其实我们到现在 因为其实我们有算过 我们的消防人力 它依照法定 也就是有一个消防人员及车辆设置办法 它有规范我们应该法定的原额 算过大概全国应该要有将近三万名消防员 才是真正法定原额买 对 但是我们的各县市政府还有中央消防署 他们都一直在讲一个叫做所谓编制原额 对 编制原额跟法定原额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然后还有所谓的预算原额 也就是我的经费只请得起这么多人 然后最后才是实际的原额 就是现有的消防人力的人数 对 那现有的消防人力其实 大概在一万六千名左右 距离法定原额的三万名 其实还是有 一半多一点点 对 其实是只有一半多一点点 还有大概一万四千名左右的这个人数的落差 对 那针对人力不足的话 消防署一直以来给予的回应 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五年三千人的计划 对 他是说 从108年开始 五年三千人 每一年至少要补600人 才有办法满足这个 这个需求 对 但是在可以从这一两年的这个 不管是特考班的这个考试录取人数 或者是这个锦专的这个人数 可以看到其实他是离600 每年600人这个数字是远远不足的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们也很怀疑这五年三千人 是真的在108年开始吗 到113年的时候 是真的能够被实现的吗 因为你现在提不到每年600人 那你未来可能是 明年要800人 后年也要800人 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数字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没有得到改善 那下一个部分是杂物太多吗 那其实刚有提到捕蜂抓蛇 那我们目前全国的 蜂蛇业务回归的这个情形 我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县市 它是已经有委外了 请外面的厂商来包 就是来协助处理捕蜂抓蛇这个业务 对 那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县市 它是完全的由消防人员来执行 来执行这个捕蜂抓蛇的请务 对 那也有一些是 它虽然有委外 可是它是有一个时段的限制的 比方说这个外包的厂商 它只负责处理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这个时段的 如果有民众需要捕蜂抓蛇 会由这些外包的厂商来处理 但是在深夜的时段呢 就还是一样回到消防人员身上 对 那有一些就是它是捕蜂抓蛇的捕蜂这个部分 它是由委外来处理 然后抓蛇还是由消防人员来处理 所以一国多治的情况 对 一国至少有四种制度 对 那这个资料在消防署的网站上 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对 它非常的混乱 那这因为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就是地方自治 消防署是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 所以有一些地方它的经费比较多 它就可以完全的委外 那有一些地方经费比较少 它就是只能 就是部分委外 或者是完全还是由消防人员来执行 那除了捕蜂抓蛇之外 其实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杂物 像是最容易拿出来讲的 就是所谓注给器的安装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像 就是有一些CO的访试啊 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人家的热水器是不是合格的 然后请他们来消防队来提这个补助申请 换掉你们家的热水器 对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多 其实本来不应该属于我们消防员的业务 那还是由我们来执行 其实我们从这个刚谈到两点都觉得 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家在于所谓的公共建设 或是公共的安全的支出上面是非常非常不认真的 就是你刚刚谈到应该要补三万人 但是其实才现在才一万六千多嘛 对不对 那其实还有很多 然后虽然有这个计划 可是这个五年的这个计划 可是你会发现他人数上面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这个第一个其实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更 也是一个很完美 是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上面 他不是一套系统 而是非常非常分杂的 而这分杂其实也让这些所谓公共服务业者 这些公务体系的人 他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他的专业 好好的在这个救灾上面 以至于有很多的业务是被分散的 他的劳动时间是被破碎化的 甚至他得要再去学习 学习其他的技能 或是做很多不是他本分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国家在 这个所谓的公共支出这么少 然后让这些公务体系的人 去做这么多的杂事 真的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平安吗 我想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谈 刚刚谈到了四个问题 包括人力不足 包括这个设备老旧 包括这个杂物太多 包括工时过长等等的问题 刚刚谈到两项 其他两项在有达成吗 或是他还是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消防主工会 总统请表态 还给基层自救权 终结迅植换改革 組織公會是終止殉職的開端 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解方 它是一個開端 我們為了這個開端 已經損失了四十幾條人命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民主進步的政黨 是能夠給我們一個良善的答覆 我們的國家元首 也能夠給他所謂的防疫英雄 一個拯救自己的權利 消防員的工作 都是在想著怎麼拯救別人 那這一次我們希望的是 我們能夠拯救我們自己的權利 其實今天再來到凱道心情蠻複雜的 因為從我們開始上街頭 爭取權益到現在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從我擔任理事長 到現在退下來擔任會員代表 有一件事情還真的沒有變過的 就是幾乎每年都得來這裡一次 雖然我們每一次來的理由不盡相同 但大部分都是因為有我們弟兄 又再次殉職 這些年來 這些消防員的殉職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也讓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國家非得要等到 一定要有人死掉 他才願意 像一條被拿著鞭子抽的驢子一樣 緩步的往前走 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每在一個重大的殉職案件之後 就會推出一個政策 我死一個人 那我可能會說 那我明年我就推出一個 我要五年補三千人消防員的計畫 再多十幾個人 我幫他們補裝備 再多十幾個人 我讓你通過那個六都家籍 我幫你加錢 我發錢給你 我買這個險象移給你 好 那還是死人啊 那最後怎麼辦 希望 真的希望啦 我每一次來這裡都這麼說 我真的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來凱盜 那也希望蔡總統能夠 真的聽進去 我們今天來這邊的呼籲跟沉聰的訴求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小陽燦爛時光會客室的經費 是由公眾集資支持 歡迎大家捐款挺公庫 捐款支持燦爛時光會客室 讓我們能夠做更多更好的節目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從喬友大火事件 延續上禮拜跟大家談這個事件的本身 也慢慢來跟他談到消防員所面臨到的各項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請柏縣來跟我們做分析跟討論 剛剛談到的這個有關人力不足的部分 消防人力不足的部分 雜物非常的龐雜 那其實也不只這兩項的問題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工時過長 這個設備老舊等等的這個問題 一樣這些問題一樣都沒有解決嗎 還是他其實是有稍微變好了一點 接下來談一下我們設備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裝備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是要稱讚一下 因為在這麼多的事故發生過後 其實設備這一項是真的有改善的部分 那像從新木大火過後 其實很快的各個消防隊都有 至少都有一支這個所謂熱血象儀 對然後近年來也開始有一些縣市 有第二套消防衣 然後甚至是其他裝備的改善 這個部分其實是有被看見是真的有進步的地方 那其實進步了之後 裝備補充到位了或者是改善了之後 我們其實有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是裝備的維護保養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進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當你東西拿到了之後 我們總不能夠就是這個東西用用用用 然後到壞了就再買一個新的 對所以我們會希望是說將來 現在應該是從現在就可以開始 要教消防員怎麼樣去維護跟保養你的裝備 好比說消防衣 你每進一次火場 它其實都會沾染一些有鈦物質 對那要怎麼樣來做清洗 然後清洗的時候又不至於把它洗壞 然後又可以保有它的這個防火防熱的性能 那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對所以這個設備的部分有改善了 那我們就要進入到下一個 保維護保養的階段 OK 不過這個其實在很多地方會發現 它有設備費但是沒有別人維護費 你們也會遇到這種情形嗎 對其實也是有 對所以這是下一個階段 我們覺得應該要持續來進步的 那最後的第四點的話 就是公時太常過勞的部分 其實4至785已經通過了嘛 那我們目前消防員的公時 已經是被國家的大法官認定是違反了健康權的一種 勤務運作模式 也給了就是必須要在三年之內訂出一個框架性的規範 對來保障我們消防人員的健康權 有一個合理的公時上限 對但是目前為止 消防署跟各縣市消防局 他們都還停留在一個調查的階段 他們有試著擬了一些草案出來 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所謂框架性規範的公時 對那目前就是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論述或是一個版本 對那就是他還在還在一個草擬的階段 對那我們是期待是說就是 消防人員的公時是真正可以被保障的 然後不會導致過勞的問題 那這個4785的話 他其實就是還停留在一個 還停留在一個就是 因為其實消防署或是各縣市的消防局 他們還沒有仔細的去精算過 要怎麼樣才可以讓這個消防員的公時可以下降 那其實公時改革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議題 並不是說公時下降了 他就是一個成功的公時改革 那其實除了公時調整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所謂的配套措施 像是你的價 有些人會擔心你的價要怎麼填 然後有些人會擔心你不到價半費 所以你的配套 還有你的這個補償機制都要完整 才是一個合理的公時改革 整體其實也包括這個人力補充的問題 就是這個人力補充 他才有可能在做這個公時上面的調整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易卓 剛剛這個我們的這個博憲提到了 這些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不曉得之前有沒有聽你哥哥曾經談過 這樣的一種一種這個勞動處境的狀況 或是安全的狀況 而在你自己本身也是益銷 益銷的這些所謂的雖然是一個義務 可是基本的設備 基本的這種所謂的安全的保護也應該要有 我不曉得在益銷會不會面臨到可能類似的問題呢 一樣會有啊 對因為那像我們自己益銷 其實跟警銷他們的互動也是非常頻繁的 那一般的民眾可能不了解 因為義銷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輔警的工作 那反正只要有警銷就會有義銷 那但其實義銷我們也算是經過消防單位 正是有系統去完整訓練出來的 那只是說訓練的部分就會像前面提到的 我們可能會針對個人的強項去做 比如說水域訓練 那像我是收舊群的訓練 那甚至是有三訓教官的訓練 大家的分工是會比較細的 那基本上對義銷來說或警銷來說 其實我們做的都是差不多的 那一樣我們有救護就要去跑 那一樣也都是要有證照的情況下 那一樣有一些什麼宣導類的 我們要跟著警銷一起去做校園宣導 或是去機關宣導 那我們要繼續打火 一樣要進去上火牆班拿到證照 才可以去做拉水線進去火場的動作 所以警銷做的是基本上義銷都會做到 那差異就差在 我們知道說警銷他們的經費來源 是靠地方政府或縣政府 那本來他們的經費就比較低了 那就更不用講義銷 因為義銷的經費來源都是靠顧問贊助 那甚至是你說我們要拉到夠多的顧問 才有夠多的經費 但是義銷就這樣 再怎麼多錢 再怎麼多人 我們都是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取代 警銷的實際能力不足的部分 那以裝備上來說 當然警銷因為他們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這一塊上面 那以義銷來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我們的裝備 也都是去接收前面 警銷學長檢退下來的裝備 那像消防衣 那帽子鞋子 甚至器品救生衣這些 其實我們也是會有接收的問題這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他就沒有辦法這麼全面性討論 因為你說光是警銷部分他們經費不足 設備不足 更不用講能力的部分 那義銷的話就是他其實也是落差非常大的這樣 但是整個國家整個救災體系還要靠義銷 那其實某種程度是一個補充性的角色 但這補充性的角色 說實在在前面那個所謂的正規軍 各式各樣的條件都不足 那對你們來講 那個條件恐怕是更糟的 那其實也是一種更危險的狀態 我不知道至於是不是有這樣類似的觀察 在這個不管是在這個警銷 或者是在一般的消防員 或者在義銷上面 在這些勞動條件 有一些改善 或者是這些問題到底又是什麼 最原本就是義銷他的 這個志願性服務的任務出現 他其實是要來協助消防員 來進行火場的任務 然後或者是一些救援任務 那我想國家在這幾年來 對於義銷的裝備等等之類 都有從中央看得出來 他們有在進行協助 反而這個部分是消防員沒有的 但是實際上 在真正關鍵的時刻 反而國家會忘掉這些 這些辛苦付出的義銷這些人 那最明顯的 其實就是在疫苗的分配上面 最具體的其實在疫苗的分配上 像我們當時有在協助義銷 要試圖去爭取他們的疫苗施打 因為消防人力不夠 所以其實在特別是中南部的縣市 會非常需要義銷來邪情 去出救災的這個任務 但是發現一個狀況是說 消防員因為他在政府的眼中 是一個主要是來進行 救災任務的公務員 所以他直觀上會認為 那這些人一定要先施打疫苗 但是反而沒有去看到說 因為人力不夠 所以其實這些地方消防人 都會非常的需要義銷來 真的持續協助救災 那反而這些人會被政府認為說 你只是個輔助 你只是個協助 你的角色並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反而就是國家去回絕了 包含消防署所提出來的這個 要給義銷施打的這個計劃 那我想他不僅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平常都說 對義銷非常照顧的政府 但真的實際上需要的時候 反而是忽略他的需求 那二來我覺得他也是 讓義銷在整個救災裡面 他可能負擔了 接近消防員的這些任務跟風險 那他並沒有得到相對應的保障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撇除整個大環境對義銷的照顧之外 最具體而且是最近發生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國家在既不補充消防人力上 又不去重視這些協助我們 義務協助我們的這群人 這其實是我們剛剛談到 就是你要大家那麼努力的 來維護我們的公共安全 但是國家在相對應的資源 不管是這個警銷或是義銷上面 看起來都非常非常嚴重的不阻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會有 這個消防員權益促進會 等等團體會出現的原因 我想請教博憲 就是為什麼當時會出現 這樣一個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 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消防員的餐飲的狀況又是什麼呢 那其實消除荷的成立 最主要就是當年 我們消防員有辦了兩場游行 分別是831大游行 以及這個426大游行 對那這些消防員 他們會之所以會站出來的游行 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第一個 可能工時太長不合理 然後第二個人力不足 然後還有第三個就是 業務太雜 那這些狀況就是導致了我們的時間 其實被政府一直在剝奪 被破碎化 對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時間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奉獻在工作上面 然後然後甚至是處理一些 我們本來不是我們該處理的事情 對那所以一直以來我們的訴求都是 人力要補足 然後公司要改革 然後裝備要改善 然後業務要回歸 等等的這些訴求 就是我們消除荷成立以來一直 一直都不斷的 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強調的事情 對那 消除荷從成立到現在 我們目前的會員人數就大約在600名左右 對那其實以整體消防員 有約16000名的消防員來說 其實是比例算是相當的低啊 但是在跟前幾年 炒創期比較起來已經是成長算蠻大了 對那 我們會希望說 這些消防員可以盡量的站出來 為了自己的權利來爭取 因為你一個人 我們就提一下這個 當初提告消防員市政府的這個徐國勇學長 對他一個人站出來 其實也不是一個人 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提告 對那當他做提告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就開始被 消防員市政府消防局打壓 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就是一口氣被連寄了42支審戒 然後遭受到免職的處分 對那 如果你一個人 去爭取你的權益 你很有可能就會被 被邊緣化 就是會認為這都是你自己的問題 別人都沒聲音 為什麼只有你有聲音 然後他就開始去打壓你 去惡搞你 對 可是當一群人都站出來的時候 這個政府想要去打壓 這些爭取權益的人 他就不是這麼好打壓 因為聲音團結起來 就力量又比較大 對 對 那我們來提一下就是 徐國勇學長他的狀況 就是他被免職了之後 其實就是一路打這個 行政訴訟 然後甚至打到四線案 就是到今天為止 他還沒有成功復職 對 那其實在去年就是 嗯 高雄市長的 就是補選 就是陳其邁市長 他有承諾說 會好好的來處理 徐國勇學長的這個問題 可是等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回應 嗯 對 那當然被打壓的學長 其實不是只有徐國勇一個人 我們的前例市長 楊世偉 他當年在辦遊行的時候 他也提過 就是當年在辦遊行的時候 然後我們臺北市的長官也有 直接到他家裡去拜訪 然後要求他 對 不要 不要出來遊戲 嗯 對 那所以其實打壓的這個狀況 在草窗初期 協會草窗期的時候是 蠻嚴重的 甚至到今天 還有一些縣市會 關心一下 他 哎 你們 就是各分隊 有沒有哪些隊員 是消除會的成員 嗯 天啊 對 還有發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對 那當然他的這個關心 我們不曉得 他是要做什麼 嗯 對 可是 對 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問你 是不是消除會的會員 這個感覺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即使是一個正面的 我想這也是產生某種的寒殘吧 一種一種 讓大家會有些恐慌恐懼的心理狀態吧 嗯 是 那我們會覺得說 呃 如果大家都願意站出來 比方說你這一整個 縣市都是消除會的成員 那他總共每一個人都打壓吧 嗯 嗯 對 所以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能夠將聲音 團結起來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爭取 就是更就是更容易去爭取 我們合理的權益 嗯 如果你剛才談到 薛偉堯或是楊世偉 都接受我們的 所以說我們節目的訪問 哦 那希望你們兩位也不會有事 我相信應該也不會 就是這個社會之上 是越來越進步 就像你剛才談到 越多人願意站出來 這個被孤立 然後被這種某種程度威脅的狀況 相對下 他當然是會比較少 而且他事實上是更有力量的 哦 那我們剛才也談到 這個為什麼要組工會 當然組工會就是不希望這種 每次都發生悲劇 然後再來尋求這一種所謂的改革 而是希望透過這個平等的協商 然後透過這種共同的討論 那基本權益的保障 然後包括這個制度的改革 能夠讓透過工會的運動 讓這個制度變得更好 悲劇也不要再發生 但是其實這個社會對組工會 有很多不一樣的疑慮 特別是對一些公共服務業者 例如說包括醫師組工會 教師組工會 或是消防員組工會 警察組工會 事實上都會覺得說 你們如果一旦去組工會 然後去罷工 會不會讓這個社會癱瘓 然後造成的這個社會成本 更加更多 你們怎麼去看這樣的一種說法呢 就是真的會更糟嗎 或者是說 好了就算不組工會 那有什麼樣的 你不讓我們組工會 那有什麼樣的方法 好好的保障 這個消防員的權益呢 那你講的不讓我們組工會 權益又沒有辦法保障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那談到主工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的社會大眾會擔心 香港人主工會之後 罷工 那我的生命財產安全 是不是就會受到影響 對 那關於這一點 其實我們要提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以現行的罷工 它要實現 其實是在程序上 是非常繁瑣的 它沒有這麼容易就可以說 我說罷工 就真的可以罷工 它必須要經過一些 勞資調節 然後失敗了之後 才有這個全體會員 去實體投票 通過了之後 才可以進行罷工 所以它難度是相當的高 而且我們在罷工的時候 也是會考慮到 這個社會的輿論壓力 你今天社會大眾不支持你 你出來喊罷工 那光是一般民眾的聲音 就會把你給頂回去了 根本就不用說 就是還要進行什麼 實體投票這些 對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 其實在法規上 就是勞資正義調節法 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有遇到災害的時候 是必須停止罷工的 對 所以我們消防員 如果真的哪一天 有成立工會 要面臨到罷工這個選項的時候 其實是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不會這麼輕易的 就走到罷工這條路 那假設真的要走上這條路 我相信第一個要檢討的 應該不是消防員為什麼要罷工 而是這個國家 為什麼讓消防員必須要罷工 才有辦法去爭取他的權益 對 好 那再來是 主工會的部分就是 我們 會不會增加更多的社會成本 因為 應該要這樣講 就是我們要看什麼叫做 你所謂的社會成本 是包含了哪些部分 我們今天提出來消防員要主工會 因為消防員是屬於公務員 那他勢必在修法上會簽依法動全身 他一定會包括勞工的法律 然後公務員的法律 要怎麼樣互去互相適用這個問題 他一定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議題 對 然後在爭取權益的過程當中 勢必也會透過爭議權 去達成我們一些 達成我們想要的訴求的一種手段 對 那在行使爭議權的時候 本身就是一種增加成本的 的就是作為手段來達成我們的目的 那只是說一般勞工 他們在行使爭議權的時候 增加的成本是反映在 可能就是雇主的身上 對 可能某一間公司 他的員工罷工的 就是這間公司的成本會增加而已 那並不太會影響到其他的人 但是消防員在 在爭取權益的 這行使爭議權的時候 如果 就是影響到的 就一定是社會大眾 對 所以如果問說 會不會增加更多的社會成本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會的 對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說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會來做消防員 就是大部分都還是會有一顆 想要幫助別人的這個心 對 所以我們也不會這麼輕易的 就讓在爭取權益的這條路上 就是行使到爭議權 沒有人會是為了罷工而成立公會的 對 所以我們我們我們會 會 如果政府願意好好的坐下來跟我們談 那我相信沒有人會隨隨便便的就走上街頭 我想其實就是藝術提到其實沒有人願意看到這種悲劇的發生 沒有人願意讓自己活在一個危險辛苦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更何況我們是在做公共服務的人 這個做公共服務的人國家社會本來就應該要給予保障 而主公會我想是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一個一個要求 而且也不覺得我覺得甚至不是要求是一個基本的權利都應該是 是存在的那其實我不曉得自於參與了這麼長期的這個時間 也做這麼多的觀察 你對於主公會的看法是什麼呢 真的透過主公會怎麼樣怎麼樣透過主公會 或主公會如何讓這個消防員的權益是更好呢 我覺得主公會他在談的其實是一個我們從 戒嚴時期一直到現在其實整個國家他的發展都還是在一個 威權體制的運作底下包含我們的警察要來做口罩的機查 或者是我們的消防員他被要求做非常非常多的行政的 雜七雜八的行政協助 我覺得他都一再強調的是說這些警銷非常接近國家核心的這些人 他們在過去其實被國家要求要執行非常多的任務 那一到現在同樣也是 可是當我們逐步進入民主社會之後 我發現說這些每個社會的階層包含一般的民眾 包含說不同的政策執行者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我覺得組織公會他不只是在去爭取這個族群他自己的權益而已 而是在民主社會裡面我們在公會裡面談的這個產業民主 或者是共同的決定這件事能不能也進到我們的這個公務體系裡面來 那我覺得這才是台灣的民主能不能夠繼續深化的一個 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部分 剛有提到就是消防員主公會這件事情可能會增加社會成本 但是如果讓消防員沒有辦法爭取自己的權益 其實反過來造成的社會成本可能會更大 那我舉一個台鐵的例子 就是像台鐵之前不是有依法休假的這個行動嗎 那他其實就是他們的訴求就主要是要再增加一些安全啊 然後像能夠避免像普悠馬號或是泰魯格號這樣子事件的發生 那你想一下就是像這樣子這麼重大的公安事件 造成的社會成本跟讓這些人來組成公會 到底哪一個社會成本是比較巨大的 其實各位觀眾可以去想想看 那以新屋來講一次死了六個消防員 那每一個消防員的扶序金如果我們算2000萬 就是一億2000萬 那一億2000萬我們可以拿去做什麼樣子的運用 來改善這個體制改善這個環境 其實你就可以去想一下這樣子的比較 那短期之內沒有辦法組公會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方式是 我們希望可以讓基層參與政策的決策 對可以參與討論 因為一個國家他的決策者 他一定是上面的長官來制定的 那但是實際執行的人是誰 是基層消防員 所以這個政策決定了之後 執行的結果到底如何 還是第一線的基層最清楚 那如果今天不讓這些基層人員來參與這個 決策的討論過程 決策者他會不知道這個 狀況到底是好或不好 他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即時的回饋 必須要等到事情出包了 或者是民怨沸騰了之後 他才有辦法來做改善 而不是即時的做修正 所以說我們希望可以爭取 讓基層參與一些重要決策的討論 我想很多時候我們好像都把工會或是罷工 當作是好像這一群勞動者或是工人要去爭取他的權益 然後行使的某種的手段 我覺得這的確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工會的成立是要去促成某種很好的 這種所謂的彼此之間的溝通 所謂的制度的成立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很多事情平常都可以談 但是如果你用個別去談 你可能就會被忽略或被打 但是如果是集體去談 這個聲音他比較能夠去把基層的聲音 回到那個現實的決策的上頭 這是我例如說很多時候我在談說工會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不是在罷工而已 而是勞工懂事 怎麼樣讓這個所謂勞工的權益 是在這個系統裡面 他是有一定的分量跟角色 而且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組織是整體的 而不是由上來決定下面要做什麼 上面要做什麼 其實也應該由下面的人 由下面的人去共同決定 更何況一個機構 大概也不應該存在的 這樣的一種階層的上下關係 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想要再補充就是 在有些國家對於這所謂的公共服務業者 就是說包括消防員醫護組工會 他們還是有一些限制 例如說有些地方是急診室 是不可以罷工的 因為他是必須要急診 所以你也不用這麼的擔心 事實上這也有很多的 一些不同的這種做法 剛才談到說一個社會緊急危難的時候 當然他他這個就會受到某種的限制 好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藝主 其實我不知道從家屬的角度 從這個藝校的角度 怎麼去看待這個消防員組 組工會的這樣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想這一個多月以來 其實你也跟這個消除會的朋友 這個一起的這個抗戰並肩作戰 不曉得你這一陣子的這樣子一個心情感受 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是非常應該組工會的 因為在我們自己跟 基層消防員甚至是他們的主管 長官在互動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知道 很多根本上的問題 並不是他們能夠解決 甚至能夠提出的 那就更不用說整個體制上 是能夠有所改革或側進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正式的管道 而且是合法的狀況 大家有辦法坐下來協商 那將這些問題有條列的方式提出 甚至去解決它的話 我覺得主工會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如果想到主工會就只能夠想到罷工 那我覺得這些人其實對於主工會的定義 甚至是這些人的基本需求 他們其實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算大家只是一個普通的勞工者 都還是需要有一個管道去協助自己 在工作上遇到的種種問題 那就更不用講這些 雖然他們是公務員 但是他們卻是 必須是用命去搶救其他人性命的狀況下 那就更應該要有更完整的制度 來保障這些了 所以我覺得主工會其實 在我們自己側邊觀察上來說 其實是非常需要的 對 那這一個月以來 雖然我們只是殉職 就是只是家屬 那我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說 其實包括在殉職這一塊的調節上 或是說明上 我們其實也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管道 能夠去尋求幫助 所以我們就必須靜下心來 然後同步可能跟志與蕭初會這邊 去做進一步的聯繫 那甚至是我必須很努力的去問我們自己 可能自己一宵的學長姐 甚至是我們自己認識的消防局的學長姐 那甚至是我必須去再透過彰化縣政府的消防局 去跟他們各科室的承辦人 甚至是分隊的學長姐們去做互動 才能夠蒐集到更完整的資訊去做到協商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工會的話 其實 其實他也能夠更幫助這些 基層消防員或是他們的家屬 未來再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是能夠有更 全面性的方式能夠去協助他們的 所以我覺得就包括像在主工會 甚至是這一個月以來 其實我覺得會累嗎 一定會累 對 就是其實 剛講會哭 對 其實我就想到我沒有辦法在家裡 然後我住高雄 那很多事情其實我沒有辦法待在家裡 立即性的解決 那就必須不斷的透過 比如說我每個週末都回去 我週間有事情就回去處理 那甚至是 以前我可能是想到才打電話回家的那一種 就是可能一兩個禮拜都有可能的狀況 但是現在是我可能 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 甚至每天都會跟爸爸媽媽去 用Line在做互動 去確認他們的狀況好不好 他們有沒有什麼想要 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甚至是我可能在中間協商 不管是跟消防局 或是跟消防署這邊協商過程 到什麼程度 我都會盡可能的讓他們知道 那可能有時候晚上睡不好的時候 就會一直想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累 為什麼就是 我好像很衰一樣 就是我明明可以好好的在 前面這一個多月以來 我的工作也不用有延遲 我也不用花這麼多心思 去跟這些人打交道 因為其實並沒有想要製造對立 但是其實會有一種 大家其實是疊對的感覺 對那其實這些如果它是有一個 更完整的制度 像公會這樣子的組織 在讓大家有依循去做 去跟進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想組織會的有很大的意義 不單只是在於所謂的權益的爭取 它事實上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的基本 台灣好不容易走過了戒嚴 慢慢走向民主化的過程 可是台灣要走到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 它必須要去讓大家都有參與民主的權利 而不是只是一個純粹的投票 怎麼樣參與民主 就是在它的場域 在它的工作環境當中 透過公會的方式 透過內部產業民主的方式 它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民主的實踐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來接受我們訪問 從你們個人的經驗 從自己的生活工作上面來跟我們分享 主公會這件事情是多麼的重要 也告訴我們 消防員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關注消防員議題 不是只有看了一部戲覺得感動 而是要採取具體的行動 非常謝謝三位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再跟你討論相關的話題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